糖尿病 肺气肿等多种病症案例 继续加重 直到六月底时在医院里晕倒 当时牙关紧闭 将自己的舌头都咬成紫色了 医生抢救过来后 告知家人准备后事 回家后经朋友推荐 我家人于7月2日开始求助原始点 我停掉所有药物 接受原始点的条例 调理前的症状 糖尿病 高血压 血脂愁 肺气肿后期 肺气管扩张 胃痛 胃酸 腹胀 腹部穿气痛 双腿无力 头痛 头晕 经常发烧 手腿经常抽筋 心脏病 全身浮肿 气喘严重 调理过程 7月2日第一次按推 并开始喝红参40克 加干姜片30克熬煮的姜参汤 吃红参粉10克加姜粉10克做成的姜参粉泥 每天两次 全天24小时温敷并严格忌口含量饮食 7月4日第三次按推 原来硬邦邦邦的腹部变松变软 体力还很虚弱 7月6日第四次按推 胃酸 胃痛 胃胀等不适感全部消失 气喘已明显改善 7月8日第五次按推 身体浮肿消失 体重减掉12斤 能够一次性上楼梯12个台阶 7月16日 内热源改为红参40克加干姜片40克 加每天两次的红参姜粉泥 8月14日 一天能爬楼20层 身上所有不舒服的症状全部消失 8月17日 一天能爬楼35层 身体浮肿消失 体重由原来的158斤降到140斤 8月23日 一天可以爬楼40层 一次20层 每天两次 11月15日 接受回访时 已完全恢复健康 走路有力 可以干简单的农活 感恩张昭焕医师研发了原始点 感恩公益点及义工们的心情付出 让我这个被医院放弃的人 重新恢复了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